10月27日德国商报报道 预计在有几周 德国政府就会批准 北京赛维电子的瑞典全资子公司Silex 对德国半导体公司 埃尔默斯晶片厂的收购 在美国严厉限制 中共获取晶片技术和晶片进口之际 这项违背德国情报机构警告的交易 格外引发关注 埃尔默斯拥有全球领先的 汽车半导体晶片的生产技术 对埃尔默斯的收购 将填补中共对此类晶片的内需和外销 更重要的是呢 这些芯片与技术 会不会辗转被中共辄到军事用途 那中共最擅长以民虚掩饰军虚 用民营企业的名义 对海外采购技术与产品 再偷偷的转手给军方来使用 来借此规避国际社会 对中共军方的制裁或者管制 外界的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这项收购案的大老板 北京赛维电子 背景相当耐人寻味 另一家子公司 耐维科技与中共军方联系密切 特别是赛维电子的子公司 耐维科技呢 做的是卫星导航生意 不但生产北斗卫星的导航设备 还获得官方的武器装备生产许可证 跟中共军方和中科院 有大量的生意往来 他们为军用的无人机 导弹 飞机 和汽车 生产产品 那这一点 才是真正值得深入警戒的区域安全隐患 国际事务评论员唐浩认为 德国陆续出售汉堡港的股权和晶片公司给中方 与美国的国际战略明显背道而驰 同时也违背欧洲反共的主流名义 不排除德国当局 已跟中共达成了某种私下交易 例如通过中共之手购买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等能源 但作为欧洲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加深对中共的依赖程度 对德国乃至欧洲都会是一步险棋 德国与中共密切往来 对中共来说 等于是在欧洲打出了一个突破口 让中共有机会突破国际围堵 进一步在欧洲渗透与扩张 那如果有更多的欧洲国家跟进的话 那就会削弱欧洲国家抵制中共的力量 同时也可以分化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联盟合作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01 美国纽约采访报道